由RNA主办、欧利格联盟教育学院、雅各国际、美国阳光学院、派尼尔整合传播机构协办的联合国青少年外交官训练营将与今年暑期在美开营 日前,在洛杉矶汉廷等Lunting大酒店举办新闻发布会 美国联邦众议员赵美新出席会议,并给主办单位帮发贺转 本次联合国青少年外交官训练营正是以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的第七项再生能源为主题 由联合国授权代表、再生能源机构、MIT大学教授、气候变迁研究专家与未来青少年的外交官对接 从青少年做起,供他来实现保护环境、地球永续发展的目标 我们希望引起大家对地球暖化的关注 对我们这些环境污染的关注 一些企业能耗能够降低 那么从哪里开始呢 我希望我们能够从青龄的一代开始 从我们的下一代就开始培养这样的意识 所以我们举行这样的夏令营呢 就盼望我们这些孩子将来的人才、将来的栋梁呢 就有这样的意识 在他们的行为中、在他们的学习中 将来他们的就业、他们的工作中呢 就能将这个理念能够执行到他们的行为里面 安安选拔联合国青少年外交官候选人的标准 是根据他们的领导能力、学业表现 以及保护地球环境的决心 临选出来的青少年外交官将接受严谨的课程 在世界各地实验进行实习及实地考察 我们除了呢从暑期开始来接受这个培训 我们希望呢从暑期之后呢 再延续一年的整个培训 那整个培训的内容有包括上课 就是说很严谨的上课 上课之后呢 当然还要到社区里面去做服务 所谓社区服务里面可能有些大公司 有一些是民宅 然后之后呢 在这个实习的过程 学生会有个小组的讨论 小组的讨论之后呢 MIT的教授呢 跟他们之间就会有 跟NASA的A-Chain的数据整个要结合 然后将来这一些东西呢 我们要把它带到世界各地去 希望世界各地所有的 不管政府官员或是学校 或是民间的业界 不管公立或私立都能参与联合国 这个拯救世界气候变迁 一个很大的一个最大的难题 环球东方记者李宜聪 洛杉矶采访报道 我们要去找个小组的讨论之一